可以有几十种吃法的气锅 已见过吗 刚开第二个月 我们已经生意已经爆满 大马六十多全面的泡沫屋 也太棒了吧 我们从小到大没有爬过树 在上海带放映二十里 是没不到自动一弯的 在家庭的马路 居然藏了一座神秘宫殿 很仿佛就是回到了古代 就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啊 来得回想撒 你那回心啊 利安 导致呢 嗨 棒丁森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嫣 新奇有趣热门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 来一场不一样的流行新体验 你知道现在市面上流行的 新奇美食是什么吗 你知道现在流行的 拍照打卡新方式又是什么吗 你知道现在的家长们 都带小朋友去哪里寓教娱乐呢 今天我们的特派员 要带大家打卡的这几家店啊 绝对会让你耳目一新 说到一个锅子解决一顿饭 你会想到什么呢 是火锅还是砂锅 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种锅 这个锅在云南地区非常的流行 那今天店家可以说把这个锅的做法 来了个大改造 是什么呢 别看门面不大 里面其实是别有洞天哦 在这里的用餐标配 就是点些饮料小菜 然后中间一个大锅 没错 他们家主打的就是创意气锅料理 说到气锅 大家能想到的就是云南的气锅机 但在这里远不止如此 而且最重要的 这创意的气锅料理 帮助了老板最终创业成功 那听说老板是靠这一家气锅料理 来了个大翻身哦 老板是因为开了 就是刚才是 这种锅菜地啊 然后再开了米地 因为开了嘛 实在是太杂了 所以我们没有成功 这一次嘛就是说 我们要凸显出这种健康 刚开第二个月 我们已经生意已经爆满 它有不同的原材料 有不同的就是搭配的口味 昨天点的是牛蛙和那个骨鸡 是那个剁椒的微辣的 今天是辣的 鱼虾和牛蛙的三拼 然后就可以选最想吃的 就一次可以吃满多种 以前吃过的 鱼头 牛蛙 虾 好 没错 主料不光有机 还有鱼头 虾 海鲜 牛蛙 牛羊肉等 都可以气锅 主料之下还有菌菇 蔬菜 荤素搭配 口味选择也很多 剁椒 齿汁 蒜香 原味 四种口味 不同的口味和食材 可以组合成单拼 双拼 甚至三拼 而且这气锅 还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可选 所以在他们家 万物皆可气锅 一星期都可以不成样 而这个创意就来自店里的总厨 朱大厨 现在我们厨房为了标准化 电磁炉操作 现在就改用了这种不锈钢的气锅 但是不锈钢 它能做出砂锅的味道吗 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的不锈钢气锅 一般性两个月就要更换一次 保持它的密封性 然后保持菜肴的质量 然后做出来的味道 绝对不会串味 那这个不锈钢的锅子 是你们定制的吗 是我们定制的 你等于说为了做这个菜 自创了一个锅子 对对对 这个市面上上海是没有的 是我自创了 每天采购来的新鲜食材 没有用到任何煎炒炸 仅仅只用蒸 利用水蒸汽的高温快速烹饪 可以更好地保留食材的营养成分 也能保持其鲜嫩口感 同时这里都是不加任何盐 只用酱油作为底味 再搭配大厨特别调制的酱料 这个辣椒酱 哇塞一看就很辣 这个我们做酱料是 特地从湖南长长那边空运过来的 那肯定超辣 上海这边没有 那不行我们上海人吃不了那么辣了 所以说我们结合上海口味 我也给它的定位是海派多椒酱 这边是里面至少九种辣椒在里面 那你什么意思 你以毒攻毒以辣之辣吗 你明明就我们吃不了辣 你还发那么多辣 但是它那个辣经过49天腌制好以后 它蒸制出来那个辣 完全就是跟深辣的那种完全不一样 虽然我会有很鲜甜的感觉 小茜到底能不能接受 等下就知道了 不过打探到这里 你应该就能发现 别看这里只是用蒸这一种烹饪方式 食材的多样 口味的多样 都能碰撞出不同的体验 而且不油腻够清爽 低油低盐 这些都符合现代人用餐的需求 难怪这么多人会来体验这样的 起锅新美味了 讲真的 料都是放得很多的 不是特别辣 它这个辣真的还蛮甜的 入口很舒服 不会说辣到我的喉咙 它把辣味烧到牛蛙里面去了 非常的鲜 特别好吃 这种搭配的方式 你在外面肯定吃不到的 这个三瓶 它放了鸡跟虾 然后还拼了个羊肉 盖子一打开 那个羊肉的味道扑面了 然后里面还有一点海鲜的 这个鲜味在里面 这个创意真的是 我都想说老板你怎么想出来这样搭的 用自创气锅搭配不同食材 可以吃出超多组合 新奇指数四颗星 那往常的露营都是比较简陋简单的 比如说带一个帐袍 然后带一些支架 烤炉 还有开个SUV 就体验感其实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这个地方绝对可以颠覆你往常的露营体验 这里原本仅对小朋友的东夏令营开放 而现在平日也能进行家庭野营了 看着一顶顶梦幻般的泡泡帐篷 是不是感觉误入了童话故事中的泡泡王国呢 你别说小朋友了 光开这个外形 这个大人都很想进去体验一下这个帐篷的 但有个问题 今天天气还不错 那如果说刮风下雨的话 像这种帐篷可以住吗 可以住的哟 因为我们的帐篷它其实是用防火材料做的 而且圆形其实是一个非常抗压的形状 加上底部我们都是有固定的 所以基本上八几下的台风我们都是OK的 但这个帐篷没有窗户会不会有点闷 那其实这个泡泡帐篷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充气帐篷 所以它是有气一直冲进去的 相当于是一个24小时的新风状态 所以不会闷 好凉快啊 这个360度全透明的泡泡屋也太棒了吧 风景太好了 然后很凉快 因为它这里有空调 看到没有 空调24小时循环 还有衣柜 这里还有一个洗手间 这是卫浴啊 然后洗手池一应俱全 它这里保护隐私 还有个小帘子 你拉上之后隔壁人家就看不到你了 这个配置的野营帐篷够豪豪华了吧 泡泡 阳光 森林叠加起来仿佛一层天然的滤镜 不过野营自然少不了户外活动 我觉得编导可能对我的能力有什么误解 他跟我说爬树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以为是个小树 结果竟然是一棵参天大树 小朋友都能爬 你的意思是我连小朋友都不如是吗 那我跟你杠上来我爬一下 但是我跟你讲 我从小到大没有爬过树 不行不行 我放棋 咱们就爬到这儿了 观众朋友们就爬到这儿了 我下来了 挑战失败 看来这个绳索公园可能更适合小倩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攀高 独木桥 滑滑梯 小朋友和大人都能玩得不亦乐乎 那露营的话呢 吃又是一大问题了 像往常就是弄一点烧烤或者说泡面 但在这里咱们有一位户外体验师 一百老师教我们做一样非常特别的料理 叫叫花鸡 我以前都是上海最有名的大厨 给我做些高档的料理 那今天我自己垒石套 自己剪柴火 自己生火 感觉回到了骨住的生活 小倩 别说你了 小朋友们也都是自己剪的柴火 自己搭的火坑 毕竟野营的乐趣 就在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好吃 真的真的好吃 我试一下用一些酱料 简单地淹了一下 真正的 不用什么炉子 不用什么煤气灶 咱们用的就是土方法 到了夜晚 这里又是另一幅童话场景 月光 彩灯 是不是一下就点亮了你的少女心呢 对了 晚餐还可以搞点烧烤吃吃哦 哇 音乐烧烤小啤酒 然后晚上再到泡泡帐篷住一晚 这样的露营体验真的是太完美了 网红泡泡帐篷 清除野营的全新大开放式 星期指数四星半 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家 列巴融合餐厅呢 主打的是新疆美食 那说到新疆菜啊 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招牌的 大盘鸡或者烤羊排 在他们家不是哦 招牌菜是几根骨头 但是如果你想要吃到的话 还得凭运气 他们呢是把牛骨髓劈开后 把里面的骨髓挖出来 和自制的干铁调料搅拌在一起 均匀的涂抹在囊上吃 像这样一道牛骨髓配囊推出后 老板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受欢迎 重点是他们家的这个牛骨髓 要经过8到10个小时的自然解冻 这样呢才可以保证纯正的口感 以及里面的油脂 而且呢要找到骨髓丰富的原材料 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呀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真如高龄集市 可以说是一个传统小吃的聚集地 周边十几个小区的阿易亚松 一战士就能把12家老字号40家美食 统统吃过瘾 探电打卡新体验真如高龄集市 这里的老字号都是阿易亚松耳熟能详的品牌 有些老字号还推出了新品小吃 就比如大富贵首次开始售卖 现场制作的油墩子 我是从那个乘车过来的 家住在那个动物园过来 吃的东西也挺多 买的素菜啊都很便宜的 小吃也挺多的 即使我们有一次个不高兴 烧了嘛就到这里是现场的 很多老字号 要洗到来把我给你搞 我给你打不成 吃吃小东方米都满 这样吃着老上海传统小吃 走在老上海风情的街道上 欣赏着海派风情的弄堂 让很多人觉得自己仿佛穿越回了 百年轻的老上海滩 但是接下来你们可要睁大眼睛哦 因为我带你走过一个无形之门 穿过这个门之后呢我跟你说啊 可不是在什么风情街区了 而是我们在认认真真的 光菜市场呢 提起高龄骑士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就是之前的高龄菜市场 去年三月份开始整改 终于经历九个月的设计 以全新的名字和姿态开放 大字报 旧报纸 老式广告牌 把弄堂石库门的建筑风格 搬到了菜场内 而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万有即逝 除了常规蔬菜瓜果 还有很多生活服务和小吃商铺 可谓包罗万象 哦 煤气鲍鱼大家知道了吧 很火的哦 而且很有名 这边还有一个金山鲍鱼 赶开在梅济鲍鱼旁边 这里整个做了25年了 您做了25年了吗 对呀 老店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一家小小的一个丸子店 等一下 你们看到这里了没有 居然获得了这么多的奖状 我们做有20几年了 20多年了 我92年就在上海做了 在上海方面 20年是买不到这种鱼丸的 鱼丸一般有时加面粉加生粉 它是在水 在这个盆子里面是腾不起来的 一般人还是不敢放在这个盆子里面卖的 我就有自信放在这个盆子里面卖 水上飘 阿姨这么足的底气是有原因的 他们家每天在集市里进货新鲜的艾森肉 现场切肉剁肉制作丸子 肉质Q弹爽滑有嚼劲 来买的都是吃了十几年的回头客 而改造后的集市不仅风格独特 规模也扩大了 5000平米的集市里还有一整层的社区服务 除了有改造发型的发廊 还有顺失齐全的健身房 和一间让阿姨妈妈可以尽情唱歌跳舞的训练房 看我们焦焦还是学的有模有样的 而且这里每周末还有老字号的糕点师傅 来专门教大家DIY各种点心美食 海派风情的菜市场 玩乐于战士的社区服务 星期指数三颗星 将士们 我承诺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所付出的一切血汗 都能够得到回报 任何人触犯秦法 都将受到惩处 秦国的一切 将是属于你们和你们儿女的 哇 是不是没想到这里还有一座宫殿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汉卫央学宫了 那看到这个大门就觉得很震撼 很神秘 那我跟你讲进去之后还要更惊喜的 走进大门 上千平米的环境 仿佛一秒穿越回公园前200年的汉潮 楼椅寿面的柱墙 刻以日光的地砖 绣着云龙的围杖 注意金屋的灯盏 以及用于公平雅跃盛典的盘庆 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尽可能还原当时的印记 像这块玄鸟图腾碑是这里的创始人亲自设计打造的 这身临其境的感觉 如同真的回到了那个汉武盛世的年代 看小倩这架势 你猜得到这里到底是做什么的吗 大家好 那刚刚我行的是咱们传统的衣礼 而我身上这一套 来仔细看一下 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没错在电视剧《米月传》里 他们穿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套汉服 那现在我来到的呢 其实是一个汉服体验馆 随着越来越多人对古代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如今像这样的传统文化体验馆 可是当下非常流行和热门的 在这里有上百套不同场合款式的汉服可以选择 都由专业的老师为你量身打造 我们小倩身上的这套取居就是其中一款 之后你要做的就是穿着你喜欢的汉服 找到你喜欢的背景 无论宫里的环境还是宫外的园林都是不错的选择 摆好pose然后拍几张美美的照片 你是不是以为这样就体验结束了呢 其实还早呢 觉得很新鲜 因为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今天是第一次来 就是很有沉浸式的感觉 跟老师学了一下礼仪之类的 我觉得能了解一下以前的人他做的事情 他穿的衣服 他们的打招呼方式就很特别 还有一些就是礼仪方面的一些新的知识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体验 是不是看着很眼熟呢 编钟可是秦汉时期祭祀盛典才会演奏的乐器哦 现在一般能看到它的地方大都是在博物馆里面 如今在这里不仅可以看见更可以零距离去体验哦 汉卫央作为嘉定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船席基地 除了有编钟外 学宫里还有不少你没见过的 比如这剑鼓 小倩你这敲的怎么越看越像在击鼓鸣冤呢 古代这可是军队用来鼓舞士气的 我们还是来听听专业的吧 小倩啊接下来总算到你的强项了 汉舞历史远远流长种类繁多 作为汉文化体验中的高级段位 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体验环节了 二的时候呢我们的手是掌形 手掌心面对着前方 然后我们的左手抬高到45度的位置 这个手姿呢其实在汉堂舞中叫做并视手 汉堂舞还有一个经典的这一个要素就是三道弯 所以我们的这个手掌手腕的地方 然后我们的这个肘部 还有我们的肩膀都有一个曲线在 难度高的我们先放一放 从基础的开始吧 跟着专业的老师 经过一小段时间的努力学习 看我们的小茜跳的也是有模有样了 除了切身的体验外 这里有将近几十种活动 还可以跟着老师学做一些手作作为纪念 我们的小茜正在做盘扣 看看这一针一线的流畅手势相当熟练呢 还挺好看的 然后其实来到这不只是说学一些仪式感 来这体验一下 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古人的智慧 体验一鸟梦回秦汉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新奇指数五颗型 榜单新鲜出炉了 恭喜汉卫央卫央学工 成为探电打卡新体验第一名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到这里大家也到来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不散了 我是王彦 拜拜 拜拜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弄到脆的面包包到哪里找的 这个呢只有晚饰才供应的 这是一份尽心为你制作的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火不会更浓均滑 更正宗 更上涨似的传菜